太恐怖 按一聲喇叭 惹來兩二煞砸車 居然在大街上手持球棒砸車 這麼誇張囂張行徑 就發生在高雄上週日晚上 車上許新駕駛嚇到發抖 甚至連忙道歉 駕駛聯盟說了17次 還不斷倒車想逃 但對方還是不放過他 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時間再往前推 當時他在老婆參加喜宴 行進光復路鳳山高中時 前方這輛賓士車卻不斷走走停停 他閃燈並按喇叭提醒 沒想到這舉動卻熱毛對方 許新駕駛直奔警局報案 警方根據車牌 逮到砸車的邱姓男子和歐姓男子 他們公稱心情不好又被按喇叭 才會砸車泄憤 但許新駕駛的車被砸到 當風玻璃破碎 後視鏡毀損 引擎蓋和車身板金凹陷 除了提出毀損高速 也要向對方索賠 40萬休車費 動新聞綜合報導